大家看到这个视频里面这个UFO是三角形的 这个就是莱斯塔西人提到那个UFO 那莱斯塔人提到这个三角形的UFO 它其实不太稳定 真正的UFO其实它外面的造型 不一定是这种流线型 符合空气动力学 它是任何造型都可以 最好是这种圆形 叠形 或者是说圆柱形 这等等等等 适合这种外面的磁场在里面流动 而不是说空气在里面流动 嗨大家好 前面我讲到莱斯塔档案 就是蜥蜴人来到了地表 跟这个地表的一个人类 进行了两次会谈 那么其中反映了很多蜥蜴人 地底世界的一些信息 以及我们人类的一些信息 人类的一些历史 然后这一期给大家主要讲 这个莱斯塔档案的最后一部分 它主要揭示了一些 我们人类曾经一些历史的谜团 比如说像罗斯威尔事件了 还有一些为什么这UFO会坠落了 因为这个外星人的科技这么发达 为什么UFO还会坠落呢 那么今天我们来揭示答案 那么上一讲到 就是说莱斯塔人 他隔空把这个铅笔从桌上移动到了 离桌面20公分的高处 又给它坠落下来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一个超能力了 那么这个作者就问了 那么除了你能够移动这些物体 还有什么其他超能力吗 然后西人说通过连接物质后面那个场域的这种信息 因为物质的场域跟物质是相联系的 你只需要连接到物质后面那个后电疆时代的状态 这个场域就可以修改物质的信息 这个看似是一个超能力 但是其实是一个科学范畴 那么西人也提到了 同样也可以连接这个生物的这种心智 比如说连接到我们人类的心智 连接到一些这种动物的心智 但是人类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心智 所以的话呢 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开关 没有任何的这种锁 所以外界的只要说是精神力比较强 都可以连接到人类的心智 可以读取 也可以这个写入 但是很多很多外星的高等文明 他们这种心智是枷锁的 它可以防止别人的进入 也可以防止别人的进行这种写入跟读取 但是有一些修行人来讲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到 就是说加一些这种黄金盾 让自己的这种意识 不被别人这个强行读取或强行写入 然后西人继续讲 说连接别人心智 读取别人心智这种能力 越是高等级的种族越简单 反而越是低等级的种族 他可能觉得比较复杂 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然后西人也说了 他们也需要经过一些训练才能够成功的读取其他生物的心智 但是因为人类的这种心智相对简单一点 蜥蜴人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的读取的 但是蜥蜴人内不是禁止这么做的 而且禁止未成年的蜥蜴人来到地表 然后蜥蜴人提到上次我教你的怎么能够防止别人读取你的心 就是你不要闭着眼睛保持自己的这个状态很清醒 说这种的方式只能说是对一些可能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这种种族是有效 但是说对于高等级的这种种族来讲的话 他们可以随时调整他们自己的频率 以保持跟你心智频率的一致 所以的话他们也是通过这种 无论是你闭眼你还是不闭眼你 他们都能够很容易的读取你的心智 然后蜥蜴人就想要任何物质的表面的这种特征跟它背后的场域其实是互相联系的 那么我们人类为什么现在很多认为是什么超能力啊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物质背后这个场域啊 那么我们如果说只是研究物质表面这种现象和物理现象了 我们很难达到我们这个科学的进步啊 所以我们人类总是认为这种超科学能力啊 是一种超能力 其实不是他们也属于科学范畴啊 那么作者就问了说去年咱俩见面的时候 你不是说不能讨论那种科学问题吗 包括这UFO的原理啊 那为什么这次又突然可以讨论了呢 然后吸引人说上次跟你讲的时候已经看到你很懵圈了啊 然后你的这个获取资讯的能力已经下降了 负载已经很高了 所以就没跟你讲啊 这次看你状态不错 所以给你讲了很多 另外呢就是说这些资讯呢 即使你传播出去的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的 科学家总是认为我们的一些陈述都是欺骗呢 欺诈等等 所以的话呢 这种风险也不大 所以我就索性告诉你的一些基础的原理 那么作者又继续问呢 说你能多聊到UFO吗 比如说你们政府怎么能够用UFO的这种材料制造自己的项目呢 或者说你能聊一聊罗斯威尔事件吗 罗斯威尔事件到底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陈述一下罗斯威尔事件 罗斯威尔事件是1947年的时候 一个UFO的坠落事件呢 当地的政府其实刚开始已经宣布了说发现飞碟了 飞碟坠落了 后来没过几个小时就改口了 说这个不是个飞碟 这是个气象气球啊 所以的话呢 后面就这个不了了之了 那么一直五六十年过去了 当地的民众啊 其实都不相信政府的这种说法啊 啊 那么所以的话 这个事情相当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这个案件呢 没有拿出来这个更进一步的讨论呢 研究啊 啊 所以当地的这个游览景区里面都有很多讽刺这种画啊 说画上画了一幅画 画上很多很多这种飞行物 全部都是气象气球啊 这个就是讽刺当时政府说这是气象气球这样一种说法 然后新技术回答说 罗斯威尔事件呢 并不是一次这个坠落事件 是两次坠落事件 是两个飞船碰到一块了 一个是落在罗斯威尔当地了 一个是落在100公里以外了 那么另外呢 在1946年的时候呢 还有一次坠毁的更加严重的这种事件呢 那么接二连三还有一两起啊 总共发生了五次这个UFO坠落事件呢 然后吸引人就继续讲啊 说呃 这个外星飞船坠落让人很不可思议 因为你们人类总是觉得外星飞船高科技嘛 怎么可能坠落呢 啊 其实是因为啊 外星飞船大部分采用的 就是上次我讲的 就是说让飞船进入一个后电章时代 就是进入一个呃 介于物质跟非物质之间的这种状态 它可能是不可见的啊 通过这种后电章状态呢 可以达到一种失去重力的这种这种状态 可以让飞碟在这个地球上飞来飞去 很快的飞行 但是呢 有一只种族啊 它采用了一种非这个传统的这种的驱动状态 它是根据地球的所有的磁场啊 来校准它这个方向了 所以的话呢 这种状态开始它不熟悉 它认为地球磁场比较稳定啊 但是其实地球磁场是非常不稳定的 而且是有漩涡的 那么所以呢 罗斯威尔事件就是当飞船进入这种磁场漩涡的时候呢 让它飞船失灵了 它校准不灵了 然后呢 同时呢 也连接到自己的飞行总队 让两个飞船呢 可能因为这种轨迹的操作呀 或者是方向操作碰到一块了 那么一个飞船就落在罗斯威尔当地啊 另外一个飞船就落在了 离罗斯威尔100公里以外的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当时这个飞碟坠落以后呢 这个飞碟里面的所有人全部死亡了 那么军方其实发现飞碟 并发现这种死亡的尸体以后呢 就赶紧改口啊 将罗斯威尔事件改口为是一个气象气球事件 把这个事件升级为一个最高机密啊 那么西纪人说了 有一个更严重的事件是发生在实验室里面 说外星人正在这个研究UFO的时候呢 无意中触碰到UFO这种隐形啊 让UFO启动了 UFO启动以后呢 就进入了一个后电疆时代 也就是说UFO变成了这个无形界跟有形界 这种这样一个频率状态的事物啊 而这种事物呢 其实是生物体在附近是非常非常危险 导致整个实验室的所有人来全部死亡了 所以说后电疆时代啊 这样一个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那么西纪人又说 在1950年到1953年的时候 一艘有敌意的UFO啊 坠落到你们的这个水源附近呢 可能水源可能因为有水吧 坠毁了不是很严重 所以他这个机器的这个动力系统呢 保证的比较完好啊 所以你们的科学家发现以后 就这样将这个机器啊啊 这个估计研究一下啊 宁向工程一下啊啊 研发出来自己的一个动力系统啊 那么外星人呢 就担心你们能够研究更多 于是就主动跟你们联系了啊 假装主动跟你们联系 说我们是搞研究的 博取你们的信任 并且了给你们的一些技术 这些技术呢 其实是一些不完善的技术 或者他们加了一些bug的后门的技术吧 让你们持续能够依赖他们 那么同时呢 他们也获得了你们的一些支持啊 比如说你们建立了一些基地啊 给他们一些矿物质啊 给他们一些所需要的东西啊 而且他们也可以访问一些 你们最高级别的国防的这种的数据啊 等等等等吧 然后这些外星人呢 开始跟人接触的时候 也是一点一点接触 触碰人类的底线呢 他开始给的技术可能是比较真的 后来发现人类的头脑比较简单 于是呢 他又给一些相对假一点的技术 他就说这个UFO创造啊 一定要用这种高阶的元素啊 这种不稳定的元素创造啊 其实UFO的制造 其实可以用非常非常稳定的元素 任何元素都可以制造UFO 但是呢 他当时给的技术是高阶的元素 让人类这个UFO不是很稳定啊 这样的人类就可以依赖于他们 那么很快呢 人类就发展出来自己的UFO了 用这种不稳定的技术 那么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 或者1980年代初的时候呢 大部分天空飞的UFO 都是你们人类那种不稳定的UFO啊 经常会有事故出现的 那么后来呢 人类呢 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这个技术不稳定啊 才觉得自己是被骗了 可能就后来就中断了 跟外星人那种一切联系 然后并且呢 最严重的事情是 地球人还攻击了这个外星人的一个基地啊 导致当时外星人跟地球人呢 直接切断了所有的联系 相当于大家翻脸了 大家不玩了 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呢 那么吸引人也说了 当时我说了三只种族跟你们有敌意嘛 那么你们建立了联系 后来又切断了联系 那么另外两只种族呢 其实也是在暗中发展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种 这种敌意的外星种族 跟人类之间有一个冷战这样一个格局 因为他们也不想早早的发动一些这种战争啊 或者说有攻击啊 只是说他们可能在准备很多很多事情啊 以获取人类更多资源 获取人类更多矿物质 或者一些网络的访问权限吧 然后但是在未来的时候呢 发生这种冲突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那么作者就问了 你不是说有很多其他的高度文明的外星人吗 那么他们看待我们这种冲突 难道不会管吗 然后吸引人就回答 是的 他们肯定不会管的 越是高度发达的这种文明 他们只是一个观察者 他们不会介入到你们之间的这种冲突的 他们希望作为一个观察者 去观察你们的整个行为 然后吸引人继续说 说你们的老搭档啊 这里的老搭档就加引号了老搭档啊 说曾经欺骗过人类这种的外星种族 开始对人类进行行动的时候 或者说对人类有一些风险的时候 威胁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吸引人呢 可能会去找人帮忙啊 那么其实现在呢 目前吸引人跟你们的人类一直都有接触啊 那么在纽约的时候呢 有一个半地下的这种这个大楼啊 直接有电梯可以下去 然后呢 我们的吸引人呢 经常会给你们的人类啊 有一些这种会谈啊 我们传授一些资讯啊 一些相互的沟通吧 但是呢 吸引人其实相对比较保守 他们希望你们人类自己学了更加聪明一点 而不是说依赖我们吸引人的帮助啊 那么至于说未来真的发生冲突了 谁会帮助你们呢 那么只能时间去证明一点 那么吸引人说了很明显呢 我们帮不帮你们其实还是不一定的 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自己能够觉醒 自己能够更加聪明一点 这才是行的 那么因为这个作者其实也是一个UFO的爱好者 包括神秘学的爱好者 他拿出了五张照片 这五张照片是当时人类拍摄的UFO的照片 他说那你给你看看吧 这个这几个照片哪张是假的 哪张是真的 然后吸引人大概扫了眼的 挑出了三张 说这三张肯定是假的啊 这三张这个周围的这种空间啊 磁场啊都没有发生变化 拍的如此清晰 肯定是假的 那么另外两张呢 吸引人说是真的啊 其中一张是1974年的法国拍摄了 你看他这个图片上啊 有一个橙色的小帽子 下面有四个发光的这个小脚啊 那么吸引人说这种啊 就是真的 然后吸引人说为什么是真的 说这个飞行器啊 是最近才来到地球的一个外星种族啊 那么你看到他下面四个光柱啊 是其实是他当时启动了准重力的一个工序啊 相当于重力发生偏移了 所以你拍了下来之后呢 是不清楚的 然后也是有光柱的 那么其实这个光柱呢 并不是真的光柱 是一种能量厂啊 你们拍了下来的才是感觉到是一个光柱 那么这个种族其实太不小心了 因为他们刚来嘛 他们也没什么经验 所以呢被你们拍到了 也太粗心了 然后大家看这张 这张是比利时的 1990年拍摄了 那么我在刚开始这个视频开始我给大家放了这个UFO的视频就是类似于啊这个比利时这个照片 它是三角形这样一个飞行器啊飞行器下面有这个三个灯中间是有一个中心的圆孔也是个灯 然后吸引人就说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外星人的UFO 它只是个飞行物是你们人类自己研究的飞行物 因为人类拿到了一些不成熟的技术 创造了出来一个所谓的UFO 那么这个UFO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啊可能会对周围的人呢或里面的人呢有一定很大的影响 然后说你看呢这个UFO它这个造型啊感觉有点像符合空气动力学 但其实呢真正的UFO是不需要管空气动力学的 那因为UFO呢是操作这个后电疆时代状态的这样一个啊动作 那么电疆状态其实可以失去动力啊 它是一个磁场啊 所以然后它只要符合磁场这种流线型就行了 所以你看大部分的UFO都是什么叠形啊什么圆柱形啊 这几种造型都是可以符合磁场在周围流动的 那如果你搞个三角形的话呢 这就有点不符合这种原理 所以的话呢这是人类的UFO啊 然后它又补充了 只有你们人类的UFO才会有这种劣质的喷气系统啊 我们的UFO绝对不可能有喷气系统啊 肯定是操作磁场的啊 喷气系统只能说是你们现在目前飞机的技术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 这张照片为什么是真的 是因为这张照片它的光呢是扭曲的呀 然后呢而且呢 因为你们是用高阶的元素创造的UFO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呀 那么这些扭曲的光以及辐射混合的一起呢 感觉到有点朦朦朦朦朦的感觉 所以的话呢这个UFO是真的 只是说这个UFO是你们人类略智的UFO啊 然后作者就问呢 很多读了我第一次这个访谈的这个实录的人呢 就反馈说能不能讲一讲 你是怎么认识我另外一个朋友 因为咱俩这边是因为我另外朋友介绍给我吗 你是跟另外一个朋友是怎么见面的 第一次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他说首先呢 我是一个爱好者 我爱好这个收藏你们人类的所有的资讯呢 包括我会跟一些我们这个地心世界的这个西域的长辈啊 去了解你们人类的一些资讯 同时呢我们的家族还有我们的团体啊 其实是一个高层的这种团体啊 所以我拿到了一些权限可以来到地表进行一些这个啊 科学实验呢 科学访问呢 等等等等 但是呢 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不能够跟人类直接接触的 那么时间回到1998年 当时呢 我是在这个地心世界的入口附近呢 去采集一些生物标本的 因为我要观测人类对这个大自然的破坏度啊 人类的这个对大自然的危害度啊 然后做一个报告 那么在我当时要回去的时候呢 我发现在一个大的湖旁边有个小木屋啊 那么我当时用这个心电感应 或者说我的这个心去连接了一下 里面是有一个人类的 而且是一个独居的人类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你的朋友EF啊 EF是他这个朋友的这个代号啊 那么不过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拿到一些跟人类接触的许可 但是呢 我胆子还是比较大的 我就当时就敲门 那么因为我会一些伪装说 可以连接到他的心 让他认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啊 那么只是说 我不会你们人类的语言 但是呢 我会读取你们的思路啊 我会读取你们的意识 可以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 一来一去一来一去 慢慢慢慢的 我就学会了你们的语言 也了解了你们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 当然呢 你们的这个EF呢 也会认为我是个人类 因为当时我表现的还不错 然后这个吸引人呢 说当时呢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就有第三次了 总共我跟他接触了三次 那么逐渐呢 我们的话题讨论越来越深入 开始可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啊 后面就变成宗教啊 信仰啊 哲学啊 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广 那么我发现EF这个人呢 他思路也非常非常开阔 他跟其他人类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独居的 而且呢 他的思路呢 不是受你们传统文化影响太深 然后我尝试抛出这个话题 我说吸引人是邪恶的 他就说 他说他相信外星种族的存在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外星种族都是邪恶的 那么这一点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不太接受 之前传统的思路的 那么第四次接受的时候呢 我胆子更大了 我于是就解开了 这个心里面这样的暗示啊 让他可以直接看到 我真实的这种造型啊 就相当于啊 不会用我的心智去改变 他看到的这我的样子了 然后当时他就非常非常暴躁 非常非常这个情绪激动啊 但是过一段时间 他又克制下来了 恢复平静了 那我们俩坐下来 就开始静静了 开始谈了啊 把这个历史啊 包括更深入的话题的 再延展进去 那么最终呢 他就开始相信我了 后来呢 才引荐了 你跟我直接进行沟通 然后因为你是UFO啊 包括这种神秘事件的爱好者吗 可能对这方面更感兴趣一点 那所以呢 咱俩才有了这样两次的访谈 作者有问呢 刚才你说第一次见到EF的时候 你是没有许可的 跟人类接触的 那么现在你是否有了 吸引人说 现在肯定有了吧 回去之后呢 我沟通了一下 可能就获得这个许可了 然后作者就追问的 说你是有这个许可 那么其他吸引人 是不是也有这种许可呢 然后吸引人就说 一般来讲的话 是没有这个许可 跟人类接触的 上次我跟EF接触 我纯属一个 非常偶然的事件呢 那作者就开始问呢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你们地下世界的情况啊 位置啊 让我也了解一下 你们的这个生活情况 然后吸引人就说可以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位置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 现在这个地点往东走 他这个地点是瑞典 往东的方向有一个地下的殖民地啊 然后这个地下的这个洞穴啊 离地上总共有4300公尺 大概1.3公里左右吧 然后这个地下的城市呢 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 3000年前就建成了 然后他说这个地下洞穴的这个屋顶啊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工的这种穷顶啊 大概有2.5公里的这种这种大小啊 然后这个穷顶最高处的这个高度 大概有220公尺 大概67米 那么67米其实还是蛮高的 按这个5米一层的话呢 基本上是10多层的楼的这么高度啊 那么在这个穷顶的中心处 有一根圆柱啊 这个圆柱呢 其实是起到一个支撑作用的 当然这个圆柱也有一些宗教意义啊 所有的我们的城市都有这种圆柱 可能有一些大的穷顶啊 有很多根圆柱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穷顶比较小 才有2.5公里嘛 所以的话这只有一根就够了 然后吸引人就说亚洲那边呢 大概有9个类似这种建筑 我只是说他们很大 我们现在目前这是小了嘛 这个穷顶才2.5公里嘛 亚洲那边是25公里 那么大大概10倍大小嘛 然后呢 这个整个建筑里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系统 有这个光照系统啊 突风系统啊 还有一些这种能源系统等等的 是一个小型的 自己自足的地下城市 然后回到我们自己那个地下城市 我们地下城总共有5处这个光源呢 然后呢 我们的通风系统 其实通过中间这个大的柱子 通往地表啊 然后设计是非常非常精密的 然后他说我们那个地下城市啊 总共有这个三个通风系统 两个电梯 还有一个这个交通隧道 这个交通隧道是通往远方500公里以外 另外一个聚集地啊 然后呢 他这两部电梯呢 一步是通往地表洞穴 地表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更大的洞穴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通往地下这个仓库 这个仓库呢 是我们存放我们的飞行器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飞行器 如刚才我说的都是圆柱型的飞行器啊 那么其实我在第一集视频里面也展示了过一个UFO的这种视频呢 疑似就是这个吸引人的这个圆柱型的UFO啊 大家有兴趣 小伙伴可以过去看一看 然后他说我们仓库由于比较小 只有三艘飞行器 可能平常使用频率也不是很高吧 最多可能是偶尔出行一次 然后吸引人说 我们在巨大的穹顶下面有很多很多小的建筑物 就也是这个卵型的这种建筑物啊 卵型的穹顶建筑物啊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居所啊 或者说办事大厅啊 等等等等吧 然后他说我们的地下城市也有功能划分区块 比如说我们北边啊 是人工光照的这样一个功能区啊 然后我们的聚集的周围啊 也有很多这种蔬菜啊 养殖场啊等等等等吧 那么因为我们吸引人是吃肉的 也吃蔬菜嘛 所以有养殖场们这个种桩架的种蔬菜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块呢 是这种大堂啊走廊啊 还有一个紫外线的这种房间呢 供我们吸引人过去照紫外线 因为我们吸引人比较晒太阳 比较喜欢晒紫外线嘛 然后同时呢 我们的水源呢 是采自于地下 地下有冷水跟热水系统啊 然后我们的整个城市的动力系统啊 也是在城市的这个外围啊 它采用的也是类似于飞碟这种的融合技术啊 估计是啊 采用了这种让物质达到一种这种物质跟非物质状态 可能采取一些能量啊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呢 它也是人工光源的这样能量的这个来源呢 然后吸引人说了 说我们这个城市也是一圈一圈的啊 可能大家住在一环二环三环 说他住在四环呢 在第四圈 第四圈的其中一个建筑物就是他们家的啊 以及他们的族人呢 或者他们的这个家族吧 相当于 然后作者越听越兴奋的说 有一天我能不能到你们的这个地下世界拜访呢 啊 吸引人说有可能吧 可能有这么一天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然后作者又问的 那你们这种小型的地下城总共有多少人口呢 吸引人说总共有900人口 看来他们人口也不多嘛 所以能保证每个人呢 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独立的楼啊 包括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 我感觉应该是很不错的 然后作者觉得这个访单时间也差不多 他又问吸引人呢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这个读者说吗 吸引人就说 你们人类要远离你们之前的传统的文化呀 包括理念呢 要打破这种枷锁 然后呢 你们要逃离出来 你们之前5000年前 某些人某些事对你们的影响吧 然后你们的每个人的灵魂呢 都是自由的 你们应该自由的呼吸 自由的去玩法 而不应该受到某些枷锁 那么好了这期视频呢就暂时到这里 资讯量很大呀 大家慢慢消化呀 那在视频的结尾呢 我给大家放这种三角形UFO的视频呢 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